其實土壤跟水跟空氣 是我們三個很重要的自然的資源 但是土壤它跟水跟空氣一個最大的差別 就是水跟空氣如果變壞了 但是它要更新那個速度很快 但是土壤來講就不一樣 因為土壤的話 我們從岩石變到土壤的話 大概差不多1000年才能夠有一公分 所以幾乎是不太能夠更新的這種自然的資源 我們身為土壤的工作者 我是覺得我們應該有那個責任 讓全國的這些民眾了解到那個土壤了 只有當你真正開始關心它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到它是在變壞 那時候你就會想到我要怎麼樣去保護它 然後維護它的那個品質 簡易土壤健康檢測 就像是幫土壤做快篩 透過簡單的工具 隨時掌握土壤的狀況 深教授跟親自示範 如何利用桌面上這些隨處可見的材料 製作簡易酸鹼度劑 我這個儀器來做的話是很簡單的 我們基本上你先用兩根很普通的原子筆 那我們這個主要是把它當成是這個安裝的基本的這個道具這樣子 透過深教授的橋手 化腐朽為神奇 不一會兒一組具備玻璃電極與參考電極的酸檢渡劑就完成了 校正完酸檢渡劑 趕緊來測量土壤的酸檢值吧 那我們現在就來測定這個土壤的這個酸檢度 那現在這個數字的話讀出來是228 那這個我們算出來的那個PH的話就是4.5 這個土壤基本上是紅土 那這個紅土的話在台灣來講 它基本上是因為那個風化的程度很深 所以它那個土壤裡面基本上含了很多的那些的氫離子 是相當酸的一種土壤 將生活常見的材料變成土壤的漸檢工具 深教授還與林靜的高中合作 利用假日時間帶領同學認識土壤漸檢的重要性 這還只是土壤漸檢計畫的第一步 那有不同的學校在累計的話 等於是台灣這個來講的話 你就會看到很多個點 那這些點的話 那彼此之間你就可以開始分析它的那些關聯性 我就可以找出說哪些地方是真的 開始那個品質有變壞的那個趨勢